這就是尤其上次就是 超哥跟那個黑暗姐 我們在就是在關切的那個中央政府組織 改造這個事情 這是一大大的事情 那現在好像也文時未完 那個現在還在進行事 所以還有19個部會的條例 還在立法院等待9月16號以後的政黨 黨團協商 所以黨團協商就是坦白講就是買賣 那我們現在就是以一個兩個上 假設我們代表四百個 就是四一十六個 一萬六千個 能夠趕快來換取大家重視 不然的話 現在老是你們兩個人在黨團協商 那我們都在那邊休息 以後管的不是你們 因為你們是特權 管的是我們 我們兩個去找那個衛生福利部 在哪裡都不知道啊 衛生福利部裡面要管哪些項目 都沒有尊重我們意見 就會跟好奇包包發現的一樣 你做出來的 往直不外院 整個花包過程 不是我們所需要的 就變成 又粉末又開始程序上出問題 就糾葛 一方面寄望包光沒效果 一方面我們沒有參加的這個節點 沒有提前參加 就會造成後面遺憾 那現在 假設來關心 101年1月1號 行政會組織法 就有關各部會 從34個部會調整的29個部會 還是有 還是有 有時未晚的機會 當然我們這個議題 不只是議題啦 這個實在是一個非常緊迫沒結的事情 可是問題也就是說 你不管去關心哪一個部會的組織 其實他們都必須要有當時的議題啊 或者說有很多的人關心這樣的事情 所以你沒有辦法空談對不對 最好的方式 就是剛才芬蘭所說的 假設衛生福利部 馬上就要討論 就有關弱勢團體啦 還有公共衛生的團體 一起來參加這個公聽會 假設高竿的綠黨 這個時候就要動 高竿的綠黨 綠黨就是要滾動社會機構 你要喚起民眾啊 首先你要喚起關心這個社會福利這個議題的MGO 這是你的基本 好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假設你是資源部 那你現在就要去動員 所以環境保護啦 或者是地質啦 這些環境的MGO 共同去看這個環境資源部的這個組織條例 就變成現在變得急需了 假設他能夠動員 也許他是另外一個什麼某某成功黨 也是他的能耐 假設他沒有動員 你這個綠黨願意 那你當綠黨 借機會你就水漲船高啊 你為什麼不做呢 所以本來黨的角度 你不能說我只會選舉一件事情 你平常沒有插花 你平常沒有灌水 它怎麼會漲呢 所以這些都不會玩 可是會玩的就是剛才主持人說的 只有我們四個人關心怎麼夠 一定是同類型的MGO整合 立刻辦同類型的一部份 免得就是他們兩黨在協商 那我們不同的社團 因為我們善兵游泳啊 一定要先整合 才能夠壓迫他們 不然的話他們做他們的 我們只有被窄的份 所以環保的團體就對資源部 然後農業的團體就是農政 這個時候就要趕快對農業部的這個條例 趕快來做修正 對不對 還有動物保護的也要一起來做修正 合併在一起 動物保護的最近是在講那個 動物保護的問題 那個太小了一點點 太關心到自己那個小塊一點 應該把農業農政農民 動物保護序幕這幾個團體 聯合在一起一起去討論 然後假如動物坦白講 地方政府就應該做完 並且有餘力做得非常好 不必要到中央政府 他都沒有中央沒有列這一塊 他都應該做 他還可以做得比中央還好 他還可以做得比中央還好 就地方分泉 問題是我們從來沒有真正的動物保護的觀念 對 我們這個 我們的動物保護法是因為外面來的壓力 逼死台灣必須有一個動物保護法 這裡面就牽涉到國際的流行跟風潮 國內坦白講有很多老人都在餓死邊緣 遊民都睡在天橋 很多人就會想 我已經用攤販已經在自力求生了 我連餘力去養那個狗都沒辦法 養那個貓我也沒餘力 有的人又很有錢 那我把貓當寶貝 我把狗當我的寵物 就證明什麼 證明我們的貧富差距是非常大的 我們的心裡的受傷是非常廣的 那反正這一塊沒有人去留意 馬上關心到的就是動物保護 動物保護假設以這個切入點 在地方政府是最好的途徑 貨幣要到中央去討論 在地方政府 就現在都沒有組織改革 就可以形成壓力了 選票在地方的人的手上 那更接近短兵相接 你還可以培養議員 專門做保護動物的議員 大家支持他 因為我他整個不做